大家好,我是PoZai 今天我们来做口感极其奢华的一人份混零炖牛排 首先我们需要菲林牛排一块 帕尔玛火腿,各式蘑菇,地容芥末酱,酥皮,盐,黑胡椒,百里香,油,鸡蛋 希望口感更加丰富的同学可以选择添加鸡干,肉桂,香叶 有条件同学甚至可以选用鹅干 首先我们来处理鸡干 将香叶,百里香,肉桂放入水中煮沸约5分钟 晾凉后倒入鸡干,腌制3小时以上 腌制后的鸡干放入烤箱175摄氏度,烘烤30分钟 接下来准备蘑菇酱,蘑菇切成小块 切碎后放入搅拌机打碎,不要打得太细 蘑菇泥放入干净的锅中煸炒 加入盐,黑胡椒粉,以及百里香 水分收干后可以加入一些干白 继续扁炒至酒精全部挥发,然后放凉备用 接下来准备牛肉 牛肉绑线,然后浇一勺橄榄油涂抹均匀 牛肉绑线是为了在煎制过程中不变形 然后两面撒上盐和胡椒粉进行调味 锅中放入油和白里香 每一面煎制32-1分钟,上色就可以了 但是要记住每一面都必须煎到,包括侧面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外焦里不熟的状态 从锅中取出牛肉,去掉绑线,然后趁月刷上地溶芥末酱 这样牛肉在冷却的过程中可以吸收芥末酱的风味 接下来我们准备组装 桌上先铺一层绑线膜 绑线膜上先铺上帕尔玛火腿 帕尔玛火腿薄如铲翼 所以铺的时候尽量不要将它弄破 火腿之间要有重叠 这样才能在烘烤的过程中更好地锁住牛肉的汁水 然后铺上放凉的蘑菇泥 将蘑菇泥平铺均匀 然后在最中间放上牛肉 这里可以在牛肉上放上备好的鸡干或者水磨干 然后提起保鲜膜 用火腿包裹住牛肉 侧面也要包裹住 然后用保鲜膜裹紧它 放入冰箱冷藏15分钟塑形 再在桌面上铺上一层保鲜膜 放上酥皮 牛肉放去酥皮上 这里我没有拍到 但是在底层的酥皮上要刷上一层蛋黄液 然后再盖上另外一层酥皮 这里需要注意的点是酥皮和肉之间要尽量让它完全没有空气 不然的话成品会膨胀会很难看 两层酥皮之间要按紧 不然的话烘烤的时候牛肉汁水会露出来 多余的酥皮可以用来做装饰 为什么不像别人一样用刀滑呢 那当然是因为我之前用刀滑了以后 结果它裂开了呀 这里你可以选择放入冰箱静置30分钟至一夜 或像我一样直接刷上蛋黄液送入烤箱200度 烘焙25分钟 出烤箱后记得要静置30分钟以上再切开 静置的目的是为了让汁水重新被肉吸收 你看这样就不会汁水很流 嗨啦 后宅期待的试吃时间到 酥皮非常酥 牛肉入口即化 配上萝卜的香味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呢 喜欢请点赞关注收藏哦